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 可是你知道吗 现在的年弯和以前相比淡了许多 曾经春节是一年中最热闹 最温馨的节日 人们会忙碌地准备各种年货 贴春帘 放鞭炮 拜年祝福 享受着浓浓的年弯 而如今随着时代的变迁 春节似乎变得越来越没有气氛 一些年轻人对过年的兴趣也越来越淡 回到乡村过年 往往只是简单地聚在一起吃个饭 没有了过去的热闹和喜庆 虽然现代化的方式 让生活变得更加便捷 但那些传统习俗中 蕴含的手艺和情感却逐渐消失 春联是春节的重要标志之一 以前人们会亲手书写春联 而现在大多数人选择购买印刷好的春联 虽然印刷的春联整齐化一 但却少了那份手写的温度和情感 除了习俗本身的变化 我们自己的心态也在变 过去大家都很注重传统 过年就是图个团圆和热闹 而现在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 很多人都忙于工作或其他事务 对传统节日的重视程度大不如前 年味的淡化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 但我们不能让它成为一种遗憾 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 多一些对传统文化的关注和传承 对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